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Python的视频 不过在此之前 首先还是先感谢一下开通我YouTube会员频道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QR Code 今天咱们用Python快速生成QR代码 该怎么做 QR Code在咱们现实生活中非常非常的常用 尤其是预约订票 哪怕飞机票都会用到QR Code 咱们就来学习一下吧 好 咱们先看一下知识点 其实就一个 今天咱们使用Python语言快速生成QR Code QR代码 首先我给您看一下 我今天使用这个QR的官网 就是Python的QR Code的标准的QR 咱们看一看 它的最新版本应该是19年的版本 大家请看 这是它的官网 我看一下它的最新的release 是19年1月14日的release 虽然是19年的release 但是它的怎么说 已经相当成熟 相当稳定 而且生成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OK 咱们就先少叙 马上开始 该怎么做 咱们从安装开始 我这边开一个终端 QR Code 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在各个国家 各个领域 应该都是普遍的使用 我现在先进入我的Python的虚拟环境当中 然后清一下屏 然后干什么 是这样我本地其实已经装过 但是为了给您演示 我就再装一下 好不好 使用这个InStopQR Code 就可以安装 Let's go 大家请看 我已经安装上了 对吧 OK 您如果没有安装 您通过这个命令 就可以安装 然后是这样 因为我是这样想 咱们生成完QR Code之后 如果我想把这个QR Code 作为一张图片 保存到本地的话 它其实返回的是一个 Pillow的Image的对象 它内部其实用到Pillow 所以说您本地需要再装一个Pillow 那么我再运行一下 咱们再把Pillow也装上 其实Pillow我已经装过了 那咱们也再装一下吧 OK 大家请看 Pillow我已经安装上了 那么咱们现在这个环境 就是一个可以生成QR Code的方式 咱们首先 这个QR Code 它给咱们提供了一个命令行工具 咱们使用这个工具 就能够快速生成 比如说大清海这顶 我想存储这么一个字符串 Hello QR Code 到这张图片里面去 让它把这个字符串 给我生成一个QR Code 咱们试一试 非常简单 Let's go 清屏 生成完了 没报错 对吧 咱们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在我本地的Walk文件家 大家请看 出来了吧 这就是咱们的QR Code 是不是咱们在生活中 非常的常用呢 OK 没有问题 接下来 接下来我就给您演示一下 咱们如何通过Python的代码 来生成QR Code 马上开始 好 咱们看代码 首先上来 咱们先input这个QR Code 这个酷 没说了对吧 因为咱们要存成一张图片文件 所以说这地方应该 引用Pillow里面的一个image对象 我也给它input进来 没有问题 好 接下来就重点了 咱们要生成QR Code之前 干什么 咱们先要对咱们要生成了这个代码的式样 做一些简单的规范 这些个规范呢 其实在它的主页中都有 在这个地方 都有 您都可以找到 我呢 简单的给您讲解一下 比如说 咱要声明这个QR Code 采用哪个版本 它现在有1到44这个版本了 对吧 随着这个数字的增大 您生成的这个QR Code 所记载的内容呢 也就会更多 这个呢 其实说您是用1好 是用40好 这个没有完全的规定啊 完全是根据您生成的这个QR Code里面 所以需要记载的文字的内容数量来决定的 这个您觉得我可能就光生成一串数字 18位 那可能您就用版本1就够了 可能我要存篇文章 是吧 可能我也不要存几千个字符 可能您需要用到40 对吧 这根据您的业务需求而定的 今天我存的内容呢 不是很多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用了仅仅是版本1 好不好 OK 接下来 容错 什么叫容错 这个我得给您讲解一下 这个QR Code 咱们生成完之后 咱们干什么 就一个目的 让别人去扫描它 对吧 OK 这就牵扯到容错了 如果这个人 这个客户 他在扫描的时候 可能手指挡住了一部分QR Code 因为比如说 您要是在一个箱子上 在一个小盒子上贴一个QR Code 他去扫描 这个人他得用手拿着这个吗 然后这边用scan去扫描 对吧 他这手不小心 把QR Code一部分给挡住了 那么该挡住的时候 能不能扫描到呢 这个就叫做QR Code的容错率 这个容错率 大家请看 它提供了这么多容错率 百分之7挡住是可以扫到的 百分之15可以扫到 百分之30挡住都可以扫到 但是容错率越高 这QR Code记载的重复内容 就会越多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 您跟着您的实际需求 来设一个容错率 接下来就简单了 一个像素 里面QR Code里面 一个小格 占多少个像素 对吧 然后呢 外面要不要编白 这两个属性 统统搞定 好 咱们把这个 要生成的QR Code的式样 就算定义完了 接下来干什么 大家请看这行 咱们要给这个QR Code里面 加一个数据 大家请看 我加了什么 我加了什么 大家注意看 HTP8888 是我的一个个人网站 对吧 也就是说 我生成了这个QR Code之后 您一会用手机一扫 就能够自动进入我的网站 它就这么神奇 好不好 一会咱们试一试 OK 接下来是 生成这个QR Code 然后大家请看这行 这行是我把这个 生成的QR Code 变成一张图片 然后呢 这天我要设 背景色是什么色 前景色 前景色是什么色 背景色是什么色 我背景是白 前景是黑 您可以调成任意的颜色 但是注意这地方 它默认生成的是黑白 咱需要把它转换成一个RGB 以便保存成多种颜色 好不好 这地方一定要注意哦 OK 这是一个个性化logo 一会儿我给您介绍 咱们都定义完 然后呢 拿到这个image之后 我跟您说了 它是Pillow的image对象 所以说呢 咱们就要用Pillow的Save 存成一张文件 好不好 OK 马上运行这个代码啊 我在我供应用电架 清平nano 咱们建一个man 然后拷贝过来代码 看看能不能生成 我的这个个人网站的QR Code 非常的方便 存盘退出 清平Python 空格 然后是man.py 一回车 大家注意看 生成一张 对吧 看一下 生成的是QR Code 就是这张 打开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就是我小马 这个我自己个人网站的QR Code 您现在我这屏幕带不动 您现在如果有手机的话 我现在也拿到了我自己手机 您对我这个QR Code 您扫描一下 手机不都有这个QR Code 扫描功能 对吧 您扫描一下 应该就能够自动进入到 小马视频的官网 您现在已经进去了吧 OK 说明这个什么 说明这个QR Code 生效了 对不对 OK 非常的好 其他的就简单了 比如说我把这个 设置一下 比如说我把这个 编白 咱们调宽一点 这个给10 我觉得挺好 这个不用动 咱们再看一下 看这个编白 大家请看 这边的白又多了 是吧 但是这个Code内容 并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 好不好 OK 接下来 接下来咱们生成这个Code 太直白了 是吧 不好看 而且不个性化 咱该不说了吗 它既然可以接收容错 那么咱们在这个QR Code上 咱们加上自己点Logo 行不行 就算加Logo 因为它有容错 那么它也照样可以正确的 被扫描到 对不对 加什么Logo 大家请看 我这准备一张我自己个人网站 我自己设计一个图片 就这么一个绿色的图片 对吧 咱们把这个绿色的图片 加到我的QR Code里面去 该怎么做 很简单 我这给您准备好了代码 咱们看一下 打开 看 一上来 咱们先通过Pillow 打开我这张图片 好不好 然后把它resize成一个能放到适合的大小 您不能说QR Code是260x260 结果您这个图片也260x260 就算盖手 这不行 这得要根据您的设计 调整一个您比较觉得满意的适合的图片大小 好吧 后面这是指定什么 指定就是说resize的时候 咱们图片的失真率 我现在选的这个是让速度虽然稍慢 但是质量最好的这么一个算法 好不好 OK 接下来咱们再声明一个什么 就是说 我要把我这张图片 打到咱们这个QR Code里面的哪个位置 这个位置您可以随便调 打到左上角 右下角 都是没有问题 我今天是把它打到整个我的QR Code的当中 好不好 OK 然后搭起来这个位置 这个image IMG 这个其实是咱的QR Code的图片 然后咱们用的这个logo 这是我的个性化的logo 对吧 把这个个性化logo加入 拷贝粘贴到咱们的QR Code之上 用这行命令 然后我这个logo占的位置 是这个地方写 也就是说 咱们这个pass 这两个参数 一个是我要粘的logo的图片 一个是我要粘到哪个位置 好不好 这样的话就粘到QR Code上 然后损盘退出 好不好 OK 就这个逻辑 马上看一下 我这代码里面都有 我把它屏蔽的把它打开 好 这样的话 咱们看看能不能出来 Let's go Go 好 完成 没有报错 说明已经出来 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QR Code中间加了上了我自己一个logo 有朋友可能在这张家上自己一张肖像 怎么说 这个都可以 身份账 都可以 完全没有问题 现在的情况下 大家请看 我上面不稍微加上一点QR Code遮挡吗 这个时候 您再拿起手机 您再扫描一下 看看能不能识别到 如果现在您扫描出来的代码还能识别到的话 就说明QR Code的容错率再增加 对吧 虽然咱们遮挡住了一部分 但是我还能够正确扫描到 这就是QR Code强大的地方 希望您能够通过我这个视频 掌握住QR Code的使用方法 不定在您的工作中 业务中就会用到 这样的话 您不会觉得陌生 对不对 OK 今天给您介绍的内容 全部讲完了 咱们用Python快速生成QR Code 好不好 非常简单 没有之一的简单 然后我今天代码 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有信用朋友下载 您在本地运行 也能够跟我出相同的结果 好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视频内容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订阅一下我频道 然后点赞帮助转发 好不好 OK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再进一段视频 再见咯 拜拜